一口氣三名現任立委 遭及押禁見 可說是頭一遭 這次SOHO案 拔名社團被告中 唯一裁定能以80萬元交保的 就只有時代力量黨主席徐永明 因為他有契約行為 但金額不明 犯罪情節較輕微 案情的部分我不能看好 好 不過 我覺得沒有問題 在午早上到現在 真的很長 那真的很謝謝大家 回去休息一下 關於非案情的部分 過幾天 沈見以後再跟各位報告 其他親民被告 則通通擠壓禁見 這次的這個被告 他們所犯的罪都是重罪 全部都否認他們的犯刑 那可是他們否認犯刑的內容呢 跟這個券證是不相吻合的 所以法官認為說 這些被告都有不實陳述的情形 這起SOCO經營權爭奪戰中 前泰流董坐李恆隆 為此透過白手套郭克明 以200萬到2000萬元不等的金額 刑惠立委諸公們 判能協助推動公司法修法 甚至去年底還開了場公廳會護行 公司法雖然已經修過了 可是實在這樣不滿意 經濟部從一開始 從來沒有針對這件事情 來說出他們的 到底是真的還是假 其中收賄行為最猖狂的 就是廖國棟 涉嫌收賄800萬元 還親自出面拿走 裝了上百萬元現金的皮箱 更被證人指稱長期多次施壓 經濟部相關人員 造成承辦人員極大壓力 涉犯貪污治罪條例 違背職務收賄罪 最重可處無期徒刑 對收賄的群狀犯罪 這邊就不方便說 這邊我們就是 我們會提高 立委蘇正清則收賄最多 金額高達2000萬元 但他都變成是向李恆隆借貸 蘇正清的2000萬那些 跟著我幫忙 他那個 那個是借貸 他已經那個還了 陳超明則涉嫌收賄200萬 當他得知裁定羈押 完全沒辦法接受 在拘留室大聲咆哮說 為什麼要押我 唉 早知如此 何必當初呢 而這一次 三名立委同時戴手銬上球車 送往台北看守所 也創下了前所未有的紀錄 東新聞台北報導 我讓你還給你 跟著你 我來看過 不然我不是 我來看過 那三個字 都會幫忙 有不在意 他把我